好了我们现在出发1.6公里 带香儿去洗个澡剪个毛 然后一会她剪毛的空里剪的时间 我们仨去看个电影 晚上回来吃个剪纸餐小烧烤 今天就这么愉快的过了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环球港店 刚好等香儿剪毛的时间 然后我们看个电影 看我们脚下走的这个地方 是透明的 我们现在在4楼 能看到1楼 两个人的重量蒸不起了 你要相信中国的玻璃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进场 99元三个人包场 还把空调给你开到18度 太冷了太冷 我都说这个电影是咋赚钱的 99块钱三个人包场 还空调开那么冷 跟不要电费似的 好了接完香儿现在回家 回家吃烧烤 别着急 他给他买了6罐罐头 好了我们把香儿放回家了 这边的这个天气温度还可以 可能是 长江边有没有走路的地方 可能是 这不是走路的吗 长江边上 我们就在这个长江边 可能是因为长江边有这个长江的这个风吧 反正这边还是挺凉爽的 在这个凉爽的日子里 我们仨决定去干一件大事 坐在户外 撕个小烧烤 喝个小啤酒 把减肥的事业进行到底 撕个小烧烤 喝个小啤酒 把这个减肥的道路越走越远 前面有一家25年的烧烤老店 主要是都倒到这儿了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 你说不来 露两串 有点对不起这个宜昌的人民 我们没有为这个地方的GDP 做出任何的贡献 谁说开房车不消费 不增加GDP 我们开房车天天消费 对啊 我们的视频都是铁蒸蒸的事实 每到一个地方 都为了当地的这个GDP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里面 自己拿嘛 是吧 牛板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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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看了吗 小孩子们要挂着饭啊 你们拿呀 我随便 东西 你拿你们吃得了吗 新鲜牛肉牛肉串 肉筋儿 肉筋儿 什么肉筋儿 什么肉我没有 这个肉筋什么肉 猪肉啊 牛牛肉的有吗 第一个新鲜牛肉 有牛肉的肉筋儿吗 牛肉的肉筋儿吗 牛肉的肉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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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吧 对对对 似的 对面 做对面吧 就做那个大桌的就行吗 就做那个大桌的 你这炒什么啊 阿姨 炒饭 炒花饭 炒米粉 炒粉 那就来一个炒粉吧 三个人喊的是不是 三个人一起的 对 三个人一起的 我说你们喊了这个 是吧 他们是一起的 我们仨一起的嘛 三个人嘛 对 他们都一起的 就坐那边吧 这边太热了 不要坐这边 坐对面就行了 三个人可以坐 哦 这就 坐这也行吗 坐这也行啊 这没有人吗 我们那人 他们大桌的 坐哪 他们大桌的 那坐这好了 好 拿着 好了 我们的晚上的小烧烤 然后今天喝的是这个大窑 烧烤还不错 看着这个料汁 哇 哎 炒一下 炒一下 这分别是什么肉啊 好吃吗 还可以 是什么肉啊 牛肉吗 牛肉 牛肉 只有牛肉 没有其他肉 牛肉怎么可以多吃 哦啊 你们可以多吃 鸡啊 牛肉啊 小筋肝啥 没有猪肉 没有羊肉 牛肉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们现在起床了 今天呢 我们怎么打算去这个 长江三峡的三峡大坝 因为这个比较有名 而且值得人生去一看 因为来过这边路过过几次 但是没去看过 今天要去看一下 然后我们扫一下 所以马上我们这里用了这个一页 1.44用的 用了8个小时44分充了14度电 电费是13块5毛钱 优惠了3块4毛5 因为我们支付了10块钱 就开了一夜用了10块钱 还比较划算的 现在出来带他上个厕所 以后我们去住一下 这个早餐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好了 那么现在是满电 昨天用了10块钱 看我还 这个里面加的是这种转接器 然后还有密码的 就可以打开 这个也是设了密码以后 防止别人给你拔走 昨天怕下雨我就包了个塑料袋 然后现在把它收了 这感觉是装在袋子里面 昨天晚上还可以车内的温度保持在30多度 不是23度 还是比较凉快 好嘞 你叫一下阿婷 让他 啥时候去吃饭 吃完饭就可以往三峡大坝走了 这家伙不会开睡的吧 不吃饭吗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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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们今天的午餐 就在我们房车后边这家 找了一家特色面 我点了一份肥肠面 吃不吃肥肠 看着还不错 吃叶的是干拌 特别像麻酱的 有点那个武汉热干面的感觉 好香 谢谢大家 好香 好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拍拍摄 我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啊